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大白鸟永远都不会诞生 可能世贸地区的交通到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那么这种后补的现象其实在美国很常见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城市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 它很多的东西其实都已经建的比较成熟 但是新的东西要进入其实就比较困难 而在中国就不一样 我们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 所以我们很多地区的规划跟建设几乎都是从白纸开始的 那么就有了先规划后建设的可能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也规划建设了一个交通枢纽工程 这个工程现在正在建 但这个工程跟这个大白鸟比起来 分分钟就会被鸟成小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工程建成之后 将会是亚洲规模第一大的交通枢纽工程 同时也是日课流量世界排名第二大的交通枢纽工程 而这个工程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深圳前海综合交通枢纽工程 说起这个工程呢 我们就首先要来聊一下深圳的前海 这个对深圳不是很熟悉的朋友 可能印象当中只有深圳的福田、罗湖这些传统的区域 但实际上呢在今天的深圳最为火爆的地区其实是前海 前海呢就是位于深圳市的西部的这样一个区 它是紧邻的这个珠江的这个入海口 那么从地图上来看呢 前海其实是整个珠三角的一个中心地带 在规划上来说 前海被定位为珠三角地区的曼哈顿 做了这个比喻 大家可能立刻就会明白前海的重要性 前海的交通优势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 毫不过分 那就是逆天 怎么讲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上天 前海呢 北街的是深圳机场 而向南呢 不远就是香港国际机场 两大国际机场就在它的旁边 这是上天 如果出海呢 前海地区本身就是临着海边 刚才说了 它是在珠江的入海口 那么它的正面就是大产湾国际码头 而它的周边的大大小小的码头就更多了 在这样一个入海口的位置 那码头那不就是要多少有多少吗 这是出海 入地呢 地上 就不用说了 咱们地上 从香港 深圳 向北到广州 到惠州 有高通路 除此之外呢 还有很多的成绩铁路 轻轨 快轨 地铁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有这么多的交通优势 那么对于前海地区来说 它就像是一个含着金银钥匙出生的孩子一样 成绩想不好也很难 那么既然它的交通这么的多 那自然而然的它的交通的规划就会很复杂 而对于交通的要求的标准呢 也是会很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 前海就规划了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综合交通枢纽工程 其目的呢 就是为了解决地面的这些交通换成的内容 但实际上呢 这个工程的设计与建造 包括它未来的一个实施 远比我们想象当中要难的多的多 它的难点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设计难 评判一个建筑设计的难与不难的一个标志 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平时看到 说这个建筑的这个外立面 它到底复杂到什么程度 实际上这个建筑外立面的复杂 很多时候是建筑师自己作的 这个跟建筑本身其实没得到的关系 而真正复杂呢 真正评判它的标准呢 其实是取决于这个建筑的动线有多少 包括人流的动线 包括车流的动线 那么比如说我们平常所熟悉的这个火车站 火车站对于乘客而言呢 它基本上可能会有 比如说 勾票 后车 进站 出站等这么几项简单基本的功能 但是呢 除了这些以外呢 这就四条了 那么还不包括工作人员 也得有工作人员自己的动线 另外呢还会有一些特殊的VIP人员的动线 那么这仅仅是人流 另外还有车流 因为我们还要运货啊 还要进行其他的一些服务性的这种运输啊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都加在一起呢 就让这个火车站的设计呢就变得比较复杂 而前海综合交通收紧工程呢 它实际上是有五种轨道交通系统在里面 也就是说呢至少相当于是五个车站 裸在一起做吧 那么除了这个交通收紧工程以外呢 它上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地面上它还有一些公共公共汽车 还有一些出租车对吧 还有一些这些个功能 还有一些这个私家车 那么这三条这种交通功能也需要融合进去 除了交通功能以外呢 刚才我们说到上盖还有开发啊 上盖开发的呢 包括有这个写字楼 也就是办公 还有商业 还有酒店啊 还有这个公寓 这样四种功能 那么这四种功能呢 加在一起 它们的流线呢也都很多 我粗粗的统计了一下 整个前海的综合交通收紧工程 我估计它的人流的动线呢 应该不会少于五十条 啊 所以有这么多的人流动线混在一起 那么这个工程的设计的难度 大家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这个项目的第二难是什么呢 第二难就是它的建造难 啊 这个项目呢 它的建造施工的难度是很大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这个工程由于刚才我们讲了 它是多功能的一个混合体 各种功能都混在一起 因此呢 它实际上整个这个工程的建造 是一个多专业多工种的一个配合过程 啊 这个专业的这个工种的这个配合 要远比一般的建筑要多得多 而且呢 前海由于它是一个交通枢纽工程 它的交通枢纽的转换功能 很多都是在地下 整个工程呢 要下挖三十二点五米深啊 这就相当于是挖了一个十层楼在下面去建 但是恰恰呢 整个潜海地区呢 又是深圳的一个填海区域啊 因为深圳就是海边城市嘛 这种发达城市其实都是没有地的 因此潜海它本身是填海而成的 填海前期的时候呢 并没有考虑将来要做这么多的这种地下工程 因此呢 它的这个填海的这种基底 就是对于做建筑的基础工程来说呢 就不是很有利 下面呢 基本上都是这种淤泥和碎石构成 那么也无形当中呢 加大了施工的难度 在潜海不足15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呢 规划了将近800万平米的地下空间 这是什么概念 如果摊开来平均来说 就相当于是在潜海每亿平方米的空间之内 有将近一半的空间都是在地下的 所以说潜海的地下有一个地下城市 这种说法可能是不为过的 那么对于潜海它为什么要发展这么多的地下空间呢 原因很简单 没地呀 你听听刚才说的15平方公里 其实15平方公里对于很多我们所熟悉的这种二三线城市 三四线城市来说算什么呀 到处可能都能圈出这样的地 但是深圳不一样 深圳绝对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城市 15平方公里对它来说已经很难得了 但是还是远远不够 它还需要要空间 它没有办法 它只能向地下要空间 所以无论是在解决建筑自身的功能上 还是在解决城市的一些交通以及市政功能上 这个地下空间都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那么从这点来说呢 也就可以看出来 潜海的这个实施 潜海综合交通收入工程的实施 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那么第三点难度呢 是什么呢 就是运营难 这个设计完了 建完了总还是要进行运营管理 运营管理那是相当的难 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大杂会 这样的一盘菜搁到谁手里 都是不好运营的 其实我觉得运营管理这个事情呢 很像是管理公司 说白了呢 就是梳理每一个个体之间的 责权力的划分的问题 但是呢 由于当这个个体越来越多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责权力的这种交叉 交织叠加的这种点 就会越来越多 在这种情况之下 每一步的划分 责任的划分 利益的分配 权力的划分 其实都会变得比较困难 因此呢 前海的这个运营管理 不用想都知道 将来一定是一个非常难做的事情 听我讲完了 这三个令人抓狂的难点 大家是不是觉得太可怕了 那么为了解决这些难点 为了解决第一步的设计 前海呢 也搞了一个国际竞标 最后呢 是由GMP和建议院的联合体 夺得了第一名 那么GMP的这个方案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设计 其实还是延续了GMP一贯的风格 我觉得就是那种典型的德式风格 非常的严谨 非常的这种踏实 非常的认真 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而GMP呢 它的这个老板兼首席 我们也都知道 是这个著名的德国建筑大师 冯格康 冯格康 冯格康呢 很有意思啊 这个很多朋友就笑称啊 说这个冯大师的作品呢 跟他的名字一样 因为冯格康冯格康 所以呢 他做的这个作品呢 很多都是带格子的啊 其实这只是一个笑话 但实际上呢 冯大师的作品一贯 都是以这种严谨著称 而这呢 应该也是德国人的一种风格 而对于这个 前海综合交通书女工程来说呢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 其实从设计上来说 它最大的难点 其实并不是做出 多么炫目花哨的外形 最大的难点 其实是去梳立千头万绪的这种思路 它必须像一个精密的仪器一样 健康的运转 而这一点来说 我觉得也许德国人的思维方式 会更加的适合吧 那么看看这个整个GMP 他们所做的这个外形的这个方案 可能有些人 他会甚至会有些失望啊 因为觉得这个方案可能 表面的这种效果也许有些平淡 但是你还是能够深深的感觉到一种 很强烈的这种逻辑性 跟它的这种严谨在里面 那么说到这儿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 就基本上说的差不多了 前海工程呢 已经开工啊 实际上呢 它的建筑方案 还在不停的调整跟修正张东 从我们现在官方公布的 几个不同版本的效果图 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点 也许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这种建筑外里面 甚至于建筑的这种排布的位置 将来都会有很大的变数 这些东西呢 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拭目以待吧 那么对于前海综合交通枢纽工程而言 这绝对是我们国家的又一个世纪工程 而我国的第一个能够称之为 真正意义上的交通枢纽工程呢 其实是虹桥交通枢纽 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去过 虹桥交通枢纽工程呢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工程 而这个工程呢 到现在它还是世界上 最为复杂的交通枢纽工程之一 那么前不久呢 我听说北京的副中心 也就是通州 也还正在规划设计一个 号称是将来是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交通枢纽工程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 这个工程估计出来呢 肯定又是一个震撼之作 这样一个又一个交通枢纽工程的背后呢 其实我想是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实力的展现 但是在我们秀肌肉 展示自己实力的工程当中呢 我也想说 其实规模是否第一并不重要 我觉得能够解决问题 才是最重要的 而交通顺纽工程本身呢 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体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 交通有的时候不是越多越好 因为越多的聚集呢 可能会产生更大的问题 只有量力而为 所以我想才是可持续发展的解决之道吧